大家好,这里是七文观察室,我是成峰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航空史上的一起灾难事件 这起震惊世界的事情是发生在2014年 一架从吉隆坡起飞的波音777飞机 在飞行了39分钟之后 突然间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失联后的飞机做出了超高空飞行 转体300多度的一系列诡异的动作 之后就消失在了茫茫大海 事后曾有27个国家或地区参与过寻找 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这架飞机有着一个让无数人无法忘怀的名字 马航MH370 为何MH370至今为止依旧没有找到呢 当年在MH370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目前为止仍然是众说纷纭 始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在结尾时我也会给出我自己的猜测 下面我们就先穿越回2014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2014年3月8日凌晨 一架马来西亚基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已经登机完毕 正在飞机跑道上等待起飞的命令 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基隆坡国际机场起飞 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时间是凌晨6点半 整个飞行时间会持续5个小时34分钟 飞机型号是美国波音777型飞机 机上一共有227位乘客 其中有154位是中国级乘客 另外有12名机组成员 其中两位是飞行员 机长是53岁的扎哈里 有着18365小时的飞行经验 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机长 副机长是27岁的哈米德 也有着2763小时的飞行经验 成绩也十分优秀 当然除了这239人之外 飞机上还装有31517磅的货物 机长扎哈里跟空中交通管制进行沟通后 于凌晨0点42分准时从32而跑道起飞 并由空管批准把高度拉升到180 起飞后不久 也就是0点46分 空管再次把飞机的高度定在了350 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非常标准化的操作 机长扎哈里跟吉隆坡的空管进行了最后的通讯 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进入越南空管了 吉隆坡的塔台还记录了当时的对话 2014年3月8日凌晨1点20分31秒的时候 吉隆坡空管在雷达上面还可以观测到MH370正在正常前进 可在1点21分的时候MH370的信号突然的在吉隆坡空管的雷达上消失了 就在这同一时间MH370的信号也从胡志明市的空管雷达上消失了 本来这个时候MH370马上就要进入胡志明的空管中心的 结果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个现象可太不正常了 于是空管中心立马就启动了辅助雷达 来捕捉MH370的信号 辅助雷达工作原理是依赖于每架飞机上都会配置的应答器 当辅助雷达发送信息给应答器的时候 应答器会主动的反馈信息 报告一些飞行数据和目的地等等 但是在1点21分钟之后 连飞机上的应答器都停止工作了 应答器在停止工作前最后传给空管中心的数据时 飞机正于指定的飞行高度350正常飞行 飞行速度为471节 燃油的剩余量在91500磅 可以计算出飞机还可以飞行6个多小时 在无线电和应答器都捕捉不到MH370信号的情况下 官方动用了军用雷达来追踪MH370的踪迹 军用雷达发现MH370先是向右转向 之后又突然向左转 来了一个300多度的大转弯 之后朝着西南方向飞行 最后在槟城岛再次向右转 然后直线飞行 一直到消失在雷达监测范围内 军用雷达数据还显示 班机失联后曾经迅速拉伸高度 最高达到了58000英尺 远超了该机型客机 大约在43000英尺的飞行高度限制 之后又迅速降低高度至4800英尺 飞越了马来半岛 向西偏北飞行 越过了霹雳岛 此后便从马来西亚军方雷达上面消失了 在这之前也就是大概2014年3月8日零前1点30分钟前后 有多位目击者看到了一架客机低空飞行 戈打暴罗警方曾接到了4起相关报告 MH370的航班失联后不久 马来西亚便在东南亚展开了搜救工作 吉隆坡航空救援协调中心 在MH370失联后的几个小时内 启动了搜救行动 刚开始的搜救范围是围绕着飞机消失的地方 也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附近 开始了空中搜救行动 不过没有看到任何MH370的踪迹 3月12日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局长宣布了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 曾穿越了马来半岛 最后一次在槟城岛西北370公里的军事雷达上面被看见 之后又向右转向西北方向飞行 直到最后从雷达屏幕上面消失了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搜索区域 进一步扩大到了马六甲海峡 安达玛海和孟加拉湾 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都派出了空中搜索部队进行了搜救 可是依然没有发现MH370 MH370当时消失的时候 飞机上的燃油还足够飞行六个小时 这么大的范围对应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如果只是漫无目的的找 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但是搜救工作又迫在眉睫 大家都知道一旦飞机出事 那么首要的就是要找到黑匣子 这个设备会记录飞行数据和驾驶舱的语音记录 可记录飞机停止工作前或失事坠毁前30分钟的语音通话 以及失事前两个小时的各项飞行数据等 如果飞机是失事在陆地还算好 但要是坠入了海底 那么寻找黑匣子难度可就大了 尽管MH370的黑匣子上面装有信标 但是它的信号通常只能坚持30天 如果错过了这30天的黄金搜索期 那么再想找到黑匣子就难了 于是搜救工作组重新的去分析了飞机的可能去向 以实行精确的搜索 虽然当时飞机上的无线通讯和应答器都失效了 但是还有一招 就是每架飞机上面都装有卫星通讯系统 卫星通讯系统的工作方式比较复杂 它是无法直接的告诉你飞行高度啊速度啊等等这些数据 它的工作原理是飞机上的卫星通讯系统会发送信号给卫星 然后卫星再把信号反馈给地面国际海式卫星组织 虽然无法直接的告诉你消息 但是可以通过信号的传递来计算出飞机与卫星的距离 以及飞行方向和飞行速度等等 搜救部门查看了国际海式卫星通讯系统的记录 发现MH370在2014年3月8日凌晨1点21分消失在雷达上的那一刻 飞机上的卫星通讯系统也被关闭了或者是失灵了 直到三分钟之后 在安达曼海上空再次与卫星建立了连接 之后便一直保持正常 直到6个小时后飞机燃油耗尽 信号再次中断了 搜救组根据卫星通讯系统的工作原理 在连接的状态下 每隔一个小时 飞机就会跟卫星进行一次握手通讯 在MH370最后的阶段 卫星一共和MH370达成了7次握手通讯记录 除此之外还有两次呼叫记录 可惜机组人员没有回应 根据这7次握手通讯 形成了7个圆形的轨道 再根据飞机上的燃料进行计算 飞机在燃料耗尽后 极有可能是坠毁在第7轨道之上的 而且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 可以进一步计算出飞机坠毁的一段弧形区域 也就是南印度洋的这段弧形区域里 于是搜索区域的重点 就集中到了这个南印度洋的区域 这里的海域是属于澳大利亚管辖 于是由澳大利亚牵头 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了这场搜救行动 2014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期间 各国组成的联合搜救队 在南印度洋附近进行了广泛的搜索 不管是空中的搜索还是水面搜索 都没有发现MH370坠海的踪迹 自从MH370失联后 曾有27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了30架飞机与直升机 以及60艘船 陆续参与了联合搜救行动 可惜的是 这场规模空前的搜救行动也是宣告失败了 到目前为止MH370已经失联两个多月了 官方认为此时再在空中和水面搜救已经意义不大了 MH370坠海的线索说不定都已经坠入了海底了 于是搜救中心决定把搜救工作转入到水下搜索 2014年6月下旬 针对MH370的水下搜索正式开售了 水下的搜索工作一直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搜索的范围达到了12万平方公里 但是可惜的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2015年1月29日 即MH370宣布失联的10个月后 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马来西亚政府正式确认了航班失事 并认定机上239人由失踪改为全数罹难 虽然MH370失联了这么久 大家心里都明白 飞机上的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很渺茫了 但是每一个失联人员的家属心中 都抱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希望他们依然还活着 但当马来西亚官方正式宣布遇难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处于无尽的悲痛当中 要知道从飞机失联的那一刻起 300多个日日夜夜 他们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安心日子 每天不是在等待官方的搜救信息 就是在各处为家人祈福 2015年7月29日 也就是飞机失联的16个月后 一个意外的线索出现了 有人在琉尼汪岛上清理工作的时候 发现了一块飞机残骸 上面已经全是被壳了 一看就是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 航空专家经过鉴定 这个残骸是属于美国波音公司777机型的机翼一部分 而波音777机型飞机唯一失事的就是MH370了 后来航空技术中心专家对机翼上的序列号和标记 进行了仔细核对 最终确定了这块机翼残骸就是属于MH370的 发现这块机翼残骸的流泥汪岛 距离当初搜救的湖心区域大致有4000公里 经过海洋波浪的模型分析 这个跟当时计算的飞机坠毁位置结论也是一致的 这个迟到的线索算是给10连16个月的MH370 一个确定的结果 那就是MH370的确是在南京东洋某处坠毁了 线索发现之后 官方又重启了搜索的工作 搜索的工作由澳大利亚主导 中马两国参与 以水下搜救为主 另一方面打捞漂流临近的工作 也在东非各附属岛屿大规模的展开 最终找到了32块不同的飞机残骸碎片 其中有图枕显示器外壳 起落架碎片等等 经过对着32块残骸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 有18块被确定为 可能 非常可能 或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来自于MH370的 有3块可以确定是来自于MH370 其余的11块无法确定是否来自于MH370 虽然找到了不少碎片 但还是没有找到MH370 这些碎片也无法确定MH370到底存在了哪里 2017年1月17日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中国 三国交通部长共同发表声明宣布 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搜索 依然没有发现MH370的踪迹 根据2016年7月 三国部长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 MH370飞机搜索行动暂时停止 当然 如果有新的线索 依然会重新调查 要知道 从MH370失联的那一刻开始 搜索工作已经持续了近三个年头 对马航MH370的搜索工作 总共花费了约1.5亿美元 成为了航空历史上 花费最多的一次空难搜救 该空难也成为了商业航班事故史上 唯一为了确定具体逝世地点的事故 2018年1月10日 水下搜索工作重新启动 马来西亚政府与美国民间的海洋无限 勘探公司合作进行海底搜索 这次合作采取的是找不到不收钱的模式 海洋无限公司从1月17日起 进行了为期90日的水下搜索 寻找飞机残骸地点和黑匣子 公司派出了8台水下无人机同时进行搜索 在巡视过程中通过声纳传感器扫描海底 探测MH370金属碎片 这些水下无人机都是用钛金属制成的 可以下潜到5000米的深度 而且一次的续航时间长达60个小时 所以非常适合这种水下搜索 每台水中无人机 每天可以扫描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 公司对于找到MH370充满了信心 可是他们似乎小瞧了这茫茫的大海 经过了几个月的寻找 最终并没有找到MH370 5月29日 该公司发表声明 宣布此次的搜索行动失败了 2019年3月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 如果存在任何可信的线索 或者具体的建议 仍然会考虑重启搜索工作 MH370失联至今 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了 在这6年当中 任何一条消息都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中国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也一直持续搜索了3年的时间 也没有找到 大家对于MH370究竟遭遇了什么 也提出了各种的猜测 其中不乏一些阴谋论 缺氧论 截击论 外星人论等等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说一些主流的猜测 和我自己的一些猜想 机长截击论 MH370出事之后 马来西亚特别调查组一度怀疑 机长扎哈里是唯一的嫌疑人 因为根据飞机失联后 卫星和雷达捕捉的信息来看 飞机曾经有过一个300多度的大转弯 而且根据目击者反映 飞越马来半岛的时候 飞行高度也是飘忽不定 虽然飞机是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但是这一系列的操作 已经完全超出了自动驾驶的功能 这些都说明了 驾驶飞机的人 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人 飞机上面技术最好的 就是机长扎哈里了 FBI之后 还对扎哈里的家进行了搜索 警察发现在扎哈里家的一款 模拟飞行游戏中 发现了有一条路线 和MH370最后的路线很像 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 但是最终官方给出的说法是 这只不过是扎哈里 成千上万条模拟线路中的一条 不能以此当作犯罪的证据 扎哈里的家人和朋友也都表示 扎哈里是一个十分友善的人 他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错 没有截机的动机 是不太可能无缘无故的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恐怖分子截机 调查部门对飞机上 所有的乘客也做了排查 发现 有两名乘客是持有假护照登机的 因此有很多人怀疑 飞机是遭到了他们的劫持 飞机的极限飞行 是通过给MH370 装上了遥控程序 在由其他人 远程遥控飞机飞行的 不过事后调查发现 这两名持有假护照登机的乘客 是伊朗旗 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庇护 根本就不是什么恐怖分子 还有一点 虽然很多飞机都支持 远程遥控的功能 但是波音777的机型 是民航飞机 是不支持远程遥控的 所以也就不存在 地面远程遥控的这种可能了 飞机事故 根据对飞机搭载货物进行调查 发现飞机上有大量的锂电池 大量的锂电池就可能造成火灾 当然引起火灾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 有可能是锂电池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飞机上的 继电器故障产生的火灾 总之使有一些元器件故障 导致了飞机上面发生了 比较严重的火灾 飞机上的灭火器 可能已经无法抑制住火势了 火灾导致了飞机上的通讯器失灵 随着火势的越来越大 机长扎哈里为了寻求紧急的迫降地点 所以来了个300多度的大转弯 准备飞回到马来半岛 因为这里遍布森林 很有可能有合适的迫降地点 所以雷达显示 飞机曾在马来半岛上面低空飞行 只是机长扎哈里 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迫降地点 这个时候飞机上的火势更大了 机长只好继续的向西北飞行 寻求海面迫降 可惜最终失败了 这个猜测的确有其合理性 但可能有人会问 如果真的是飞机发生了火灾 我们看看飞机折返的位置 这里不管是飞回吉隆坡机场 还是向西北方向飞到泰国最近的机场 又或者继续朝着原先的方向 飞到越南胡志明的机场 距离都是很近的 扎哈里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机长 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我认为扎哈里机长 在明知道这些的情况下 依然会选择飞往遍布森林的马来半岛 这有两个可能 第一 扎哈里机长对马来半岛很熟悉 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在槟城的 他知道这里有着重山峻岭 有大面积的森林 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比较合适的迫降地点 如果需要迫降 通常人类的第一反应 也就是找自己熟悉的地方 马来半岛的茉密森林 可以降低飞行滑行的速度 所以他采取了低空飞行的方式 第二点 在马来半岛低空飞行 会把他的飞行方向给暴露出来 这样就会给搜救队提供线索 好让搜救队尽快赶去营救他们 可能当时的火势很大 已经控制不住了 不管是飞往任何机场 都有可能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尤其是在通讯工具 全部失联的情况之下 地面无法做到应急救援的准备 还有可能遇到高楼 飞机爆炸等情况 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 所以机长在马来半岛 没有找到合适的迫降地点后 只好一直飞行在海上 一方面是希望航空公司 及时发现能过来救援 另一方面如果等不来救援 最后一招就是在海面迫降 也许还有最后的生还机会 但是如果真的是飞机火势过大 当时在马来半岛 目击过飞机低风飞行的人 应该会看见飞机着火或者冒烟吧 可实际上并没有人看到 那么当时的火势应该还没有到失控的地步 只是在飞机内部蔓延 但是当飞往槟城岛 驾驶室内的烟越来越大 机长扎哈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窒息 或者没有意识了 所以趁自己清醒时 把飞机设为了自动巡航 并且朝着南京东洋的方向飞行 因为如果他把飞机设定飞往陆地的话 最后不管是燃油耗尽还是爆炸 都会伤到地面上的人员 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调取的数据来看 MH370后来也一直保持着直线飞行 高度也保持着恒定 这个状况跟自动巡航飞行很一致 说明这个猜测是有一定可能的 但是猜测终归是猜测 官方还是没有给出事件的真相 也许只要等到MH370的黑匣子被找到 才能告诉世人 当年MH370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长度的 我们无法预知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我们也无法左右 未来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 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用每一个当下的行动和改变 去回应生活中的每一次挫折 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去给未来留下更多的遗憾 随着社会的发展 出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 天涯海角说走就走 路不再长不再远 无论何时何地何事 且记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人 对于生命而言 除了生死是大事 其余的都是小事 让我们活在当下积极且从容 MH370 你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已经消失了六年多了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 追寻你 不会延期 好了 以上就是MH370的事件 帮忙点赞评论加转发 你动动手指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我是腾锋 我们下期见